5月份最备受瞩目的电视剧无疑是张若云领衔的大男主剧《庆余年》第二季 时隔多年集结了大部分远班人马的全谋大剧很有可能就是今年腾讯的剧王 目前关于《庆余年2》的预热也已经全面开启了 虽然官方还没正式定档 不过关于《庆余年2》的播出时间也差不多了 很有可能会在5月16日登陆央视和腾讯 猪眼们开始了线下路眼 央视也在预热 各种活动非常多 可谓是给足了台面 6日张若云 丽沁及编剧《王娟》都出席适应会 《王娟》在现场透露《庆余年》第二季名场面 朝堂鸡变 手术现场 还有男女主角大婚 她的一番话确定男女主角在第二季确实有大婚名场面 而剧组也释出的范贤张若云式的最新海报 海报暗埋剧情两大玄机 引发全网烧脑讨论 庆余年第一季结尾 男主角范贤张若云 试验与男庆探字头眼冰云肖战 试验原本一起携手抗敌 但眼冰云却在范贤没有防备之际 一剑刺向对方的腹部 范贤突鞋倒地震惊看向天空 新一季剧情会如何衔接 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 第二季最新海报 范贤眼带啥一看向远方 背景是南清皇都 海报藏有的玄机有二 亦是范贤在第一季的负伤并不会致命 二是范贤相较前一季的纯真淡薄 验神多了几分野心与锐利 而这样的转变会不会成为他的成长致命伤 将是第二季的看点之一 除此之外 庆余年第二季的两大幻觉 则让网友相当遗憾 包含肖战饰演的颜冰云有《无性剑》接演 韩久诺饰演的叶灵儿有《金晨》接演 让第一季喜欢肖战及韩久诺演技的网友非常惋惜 五日庆余年二演员变更一词 更一度跃上微博热搜榜 小展当年饰演员冰云立刻引发讨论热潮 他2019年先与王一博主演单美剧《陈情令》爆红 在同年底庆余年播出时 他已是顶流明星 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当年他参演后评价亮机 喜欢的网友认为他颜值逆天 非常符合颜冰云的特质 不喜欢他演技的网友 则炮轰他演技不达标 全程饰演员冰云都是面贪脸 据悉庆余年第二季选角时 剧组第一时间还是希望远班人马回归 但最终肖战芳已当其一漫万剧 不过剧知情人士爆料 是因肖战芳考虑角色争议过大 不管演好演坏都会有批评声音 加上确实不是主角 因此拒绝 韩久诺在庆余年第一季 饰演叶玲儿霍昊平 叶玲儿是大将军之女 同时也是女主角林婉儿丽沁 饰演的归中好友 她在林婉儿与范险的爱情中 多次扮演红娘 同时对于林婉儿的任何决定 也给了最有力的支持 韩久诺把叶玲儿的活泼外向 政治英气诠释得相当好 庆余年第二季有心理传媒制作 该公司恰巧与金城的经纪公司是同一家 不少网友猜测 心理恐怕是因肥水不落歪人田 才将自家一人金城强行空降 加上叶玲儿第二季戏份变多 也加深了这种猜测 让网友对韩久诺的缺席相当惋惜 低级韩久诺饰演的叶玲儿很不错 圆圆淘喜的脸蛋 一身红衣娇俏洒爽 可是金城和她是不同的风格 过于锋利的美貌 一些网友认为是金城抢走了角色 因为韩久诺说没有接到剧方的邀约 并不是不远 而是换了人 叶玲儿第二季戏份不少 而且她还是二皇子的官配 演兵云和叶玲儿两大角色换人 一度引发了热议 还上了热搜 但既然已经更换了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观众们更多还是看剧情和主演 配角其实还好 只要不出戏就行 庆余年是张若云领衔的大男主剧 剧方应该把宣传终点放在她的身上 配角更换之前就上过热搜了 现在又上会引来一些人的反感 目前来看的话 庆余年二很明显想打造全明星的演员阵容 哪怕是女配男配 也都是在娱乐圈有名有姓的 演员的更换在内语很常见 总是存在一些变量 像是子方剧方的考虑 演员的档期等等 不过虽然庆余年二里面没了小战 但最近网上有个她的病却传得飞快 那就是小战要演张居正 风和近期张居正是犀利的终点项目 班子都打好了 现在出现了新的困境 主要是招商出现问题 男主角一直定不下来 这部剧是古装大男主政剧 并不是古偶 加上张居正有不少历史粉 是历史名人 招商不是太顺利 目前只能找一个能抗拒的大流量来出演 才能顺利招到商 而心力手中最好的牌就是肖战了 肖战与心力合作过许多次 两者之间应该是长期合作的关系 心力力捧的小声 主要是张若云和肖战 一开始风和近期张居正想找终生 最想找终生顶流胡歌 不过胡歌考虑了多方面原因 加上自己孩子太小 需要很多陪伴 就没有接这个需要长期待在横店的本子 张居正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美男 留着长胡子 身心高大还爱打扮 即使终生当中适合的 像胡歌 黄轩 王凯都算比较合适 但有一个问题是 黄轩和王凯艳绩确实不错 但是两人的抗拒能力一般 这几年活起来的书圈 像王瑶 刘亦军等各有魅力 但这种大男主的历史证据 男主演不光要求演技好 还要有一定的扛剧能力 目前这几位书圈顶流 还没有过自己扛大剧的经验 投资方不敢投钱 还有一些像端一红之类的电影咖 电影和电视还是两个圈 电影演员在电视圈子能不能扛收拾 还是有许多不确定性的 邓超 黄小明算是有过扛大剧的能力和精力 不过两人的年纪不太合适 网传陈坤也接触了这个项目 他对这个角色很喜欢 不过他接下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要出演乌尔山的《正和下西洋》了 这部电影是超大制作 而且正和出海这个题材 在影视上涉猎很少 绝对很有卖点 这是陈坤近几年接触的最优质项目 而且他与导演是老交情了 演话皮时就很想二搭 陈坤不可能丢下这个刀口的肥肉 沃尔山的《风神》三部曲 预计剩下两部这两年就全上映了 剩下所有时间都会放在《正和下西洋》上 陈坤将来三五年时间 估计都会放在这部电影上 而且可能还有续集 之前还传闻说接触了诚意 这两年诚意算是一军突起了 在古装剧方面很有市场 不过诚意应该是接触了 曾小龙的未拍新剧 京城样式雷的家族建筑室 他要演阿尔凡男主 打荡一位老戏骨 这才是他和经纪公司看中的大饼 打算靠这部剧在正剧中站稳脚跟 目前来说不太可能考虑别的戏 目前年轻小生当中 适合演张居正的男演员 差不多就是肖战 陈晓 陈兴旭 朱一龙 张婉毅 目前心理压力非常大 有好项目招不起伤 有档期有一项 还有流量的男演员 居然没有一个 小展目前对这个项目意向不大 他演的汪藏海本身也是明朝的权臣 有一点与张居正壮行了 不过汪藏海是一个虚拟人物 难排三叔笔下的小说角色 而张居正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名臣 不管谁来演都会有许多争议 加上张居正的粉丝很多 少不了口诛笔伐 演员自身有一定的顾虑 像这种角色的话 越红的演员来演 在网上招来的争议会越多 历史粉会无限将角色与历史真人来进行对比 就像最近线上李清照这个大饼 女演员也不太感激 生怕会被网友挑刺 演了之后被贤东说西的 目前张居正这个大饼 反倒成了烫手山芋 而这部剧如果开起来 估计投资预计4亿左右 这就至少三家以上的投资商 心里可以自投一部分 网友也拭目以待 你心中的张居正哪位男演员最合适